中国水资源总量位居全球第六 不过经历过去几十年高速发展 导致水资源过度开发和浪费 国家提倡制约用水换解水资源短缺 过去十年农业方面大力推动 以喷洒滴灌为主的高效折水灌溉 工业上就严控高耗水高污染项目 禁止过量开采地下水 同时加快修理城乡水管损坏沉流 经过多年努力 中国的水资源管理实现从粗放式到精细化 用水效率达到世界平均水准 2012年到2020年 全国城市折水量累计达到453亿立方米 相当于五个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年调水量 环顾身边 大众养成折水习惯 成为社会的共识 中国坚持落实折水优先 为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实现人和自然和谐共生 提供有力支持 保荣 与天地共生 OurChinaStory.com 全新感受当代中国